原标题,两岸开战称两周,台湾艺人黄安定多一分钟。 观察者网综合报道,近来台媒热潮两岸开战话题,台湾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风世宽表现得颇有信心,强调台湾可以抵抗大陆两周以上,这一表态不仅引发到内网民讨论,向来关注两岸动态的台湾艺人黄安也在网上发表看法。 黄安五日在微博上写道,台湾战道兵都死光后再投降没有意义,他表示,在他看来,两岸开战,台湾仅能抵抗一分钟。 黄安称,两周以后等到该死的兵都死光了,所谓的战道一兵一族之后,然后投降,不是这样吗?还有戏唱吗?那又何必打两周,多死人有意义吗? 黄安认为,在士气这一座战关键因素上,台湾零分。 黄安还不忘举例提到电塔倒塌导致全台大停电,台军务射雄风飞弹,军中虐狗等事件,其还调侃台湾地区领导人在游泳池练兵。 他更表示,在他看来,两岸如果真的开战,台湾可以抵抗一分钟。 等蔡英文看稿念完投降书完事。 同样在冯士宽做出可以抵抗两周以上的表态后,台湾中国时报五日刊文反问,台湾多称一天死多少人。 文章称,以两岸军力的悬殊,大家心知不明,台湾绝对不是大陆的对手,撑得越久,台湾人死伤欲严重。 这不,是投降主义,台湾没有战争的本钱,身为防务部门负责人,不应踩着同胞的鲜血突出战机,应以悲天闽人的胸襟取代穷兵独武的鲁莽。 文章最后称,政治人物应有悲天闽人的胸怀,军人固然守途有责,但两岸军力差距如此之大,军民不需要无谓的牺牲,致力两岸和平发展,阻止开战才是防务部门首长的重任。 两岸一家亲,遗憾不一战,一旦开战,哪怕只是多撑一天,台湾都付不起这个代价,开战,两岸都是输家,根本没有赢家。 国台办发言人曾多次强调,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,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,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。 我们也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,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,绝不允许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。 今年3月,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,国防部发言人表示,台湾若妄图一武剧统注定没有出录文章来源观察者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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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BY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